有關嫌罷法的門檻 罷免的門檻 你到時候你做不好下次人家不拖給你 你任期完了下次就不拖給你 你沒有辦法連任 但是本席發解現在社會的氛圍很奇怪 照理講 罷免應該是什麼 是對人不對勢 那本席 罷免跟選舉都是對人 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罷免是對勢不對勢 因為本席感受很深 因為本席知道 因為執政黨有很多政策 尤其是中央的政策、兩岸的政策 那本席很榮幸 就是被割攔為 就是要罷免國民黨的地位 這個六個人當中 蔡正元、會洪泰、吳毅森、林德福、林洪篪 我也是其中之一 事實上我們可以啦 大家來看看 這六個人 在議會上 在開會 在各方面的話 我坦白講 不敢說是很好啊 也不差啦 但是為什麼表現好的人要被罷免呢 因為社會大眾我們是要包容啊 你選出來 有執政黨的 有反對黨的 各有各的政策 那為什麼我們在執行啊 中央的政策 但是罷免不一定會過啊 如果 所以要門檻啊 你不門檻的話 我們每天就會被罷免啊 感覺感受很不好啊 所以本席認為啊 罷免還是要有門檻 我們叫做表現好的委員要被罷免 所以問題是出在說 因為我們選爸爸的一個規定 是表現爛的委員 沒有辦法被罷免 所以問題出在這裡啊 你包括這個罷免的提案2% 連署13% 到這個通過了這個門檻 要投票總人口數的一半的這個高投票率 那造成這個形成對表現 那張建中委員也許在某一個部分的表現 這個選區的選民沒有意見 但是他對於落實整個主權在民 跟民主的一個表現啊 或者是在遵守意識規則的這個部分 這個意識中立這個部分 大家有意見 怎麼得了便宜還賣乖 還在這邊自誇 是表現好的意見 這點本席沒有辦法同意 那第二點 委員怎麼可以在我們委員會質詢是 談論或是參與這個有關 涉及到本身利益的一個表決 那既然都已經這個 在有可能被罷免的一個情況之下 或者之前被罷免 跟本身按照我們這個 立法委員行會法第22條的一個規定 這個有利益迴避的這個議案啊 本來就是要回避審議跟表決 既然是討論到這個有關罷免 那本來就應該要迴避啊 因為現在網路上有人在提起要罷免我 那因為我去年就被罷免過一次 到網路上去搜尋林先生他們的網站 他這個募款的網站叫VDemocracy 因為我上網去搜尋他一下 我看了我嚇了一跳 我真的讀了這個網站這個內容之後 我心驚膽跳 還好今天罷免的是國民黨的立委 如果今天罷免的是民進黨的立委 那由這個網站來發動的話 我現在正式跟你檢舉 因為那是網路啊 這是網路的平台啊 網路的平台 我不會翻了吧 我不會翻了吧 我不會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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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什麼玩笑